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人人都感兴趣的问题 在油管上面的赚钱 好 你绕不过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的话 是从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些认知或者概念开始 我在这个方面的话 有很多失败的经验走过很多的弯路 所以我今天跟你分享的东西 也许会对于某些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在网上看见的大多数的 告诉你哪一个具体的方法如何操作 都承诺你赚多少多少钱 那个数字都让你感觉 你一年之内就可以解放三代人 那种感觉 不是的 赚钱没有捷径 但有方法 好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东西先给他理清楚 我们做油管或者讲做直媒体 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KPI 应该就是赚钱 你可能不是冲的钱去 但是注意啊 我没讲目标或者是 或者是讲理想 或者是什么东西 我刚才用的一个词是KPI 就是你这个事情做成了 做到成功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核心的指标 你是绕不过去的 就是这个赚多少钱 这是个核心的KPI 那么很多人做不成 其实跟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对做油管赚钱这件事情啊 没有从根本上把它搞清楚 我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大多数人犯的这个错误 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就是觉得一上来就谈钱 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很可耻的一件事情 我都不知道这个自尊从哪来的 但是的确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在中产这个级别里头 受过科班教育 觉得自己不是社会底层人士的人 对金钱有这种不好意思说出来的 觉得金钱在本质上是一个肮脏的 追逐它是比较熟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认知的错误啊 我经常讲任何东西没有对错好坏 钱它虽然你去看它上面 是有好多细菌或者很多脏东西 但金钱这个概念 这个东西本身是干净的 纯粹的中立的 你可以用它来作恶 你可以用它来慈善 所以这一点要趁早的纠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很多人认为讲 我用自媒体赚钱这个事情 是将来很遥远的事情 我现在先把视频做起来就行了 很多人会宣称讲 我拍了视频就给我养老院看 我给我的子女看 留下一个记录 至于其他东西都是额外的多得的 这个想法的话 其实也是不健康的 我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 要把自媒体当做一个生意来做 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 生意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要核算成本 讲这个生意如果不好一直赔钱的话 那它就不是个生意 做慈善那是另外一回事 它不是个生意的话 你就应该开源截流 应该怎么降低成本 该裁员裁员 该官张 一定要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运营 那这个也跟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相关 就是如果你把它当生意来做的话 你就不会讲今天不开张 明天又休假 然后讲无限期休息 不会的 对不对 你就会每天开张 讲今天有什么生意进来 卖了多少单 赚了多少钱 电费房租是什么 你一定会这样子核算 对不对 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生意来做 至于你赚的钱 你不要你全捐出去 或者那是另外一个 完全跟这个没有关系的问题 你不能讲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佛系 那么这个事情的话 你认真想好 如果是你最开始都是这样的 你就别做这个事情 我经常讲 如果你那样做的话 你就自己拍视频 分享到你的朋友圈 分享到你的亲戚圈里头 对吧 家族圈里头 还会留在自己硬盘上 应该那样的操作 才对 你真的出来公开的做一个频道 你那么关心后面的点赞数 这个粉丝数的话 你就应该把它当做生意来做 就对了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开始就要有一个 把它当做生意来运营的 这样一个指导思想 自然赚钱 是其中的一个目标之一 好 那说了这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东西 同样也是成立的 就是说你不要第一个视频 就要涨粉 涨多少这个观看量 然后如果是没有的话 你就特别着急 就像你一个店开上来 第一天 营业不怎么好 然后你就焦虑的不得了 然后就要开店 重新选址 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你要有耐心 所以当我讲 把它当做一个生意的经营的时候 后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广泛的这个意义 有很多很多面 其中包括一个 就是说 你是个个体户 你既是董事长 又是CEO 还是这个小二 还是雇员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了 哲学问题 你管你自己 你为你自己负责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领导 你是不是好的员工 你一人分事两脚 你管理不管理你自己 你今天又不想上班 今天又想躺平 今天又想偷懒 然后你又是这个企业的负责人 你怎么管理你自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有机会 我们以后单独讲这个 在生意当中 个体户如何自我管理的这个问题 很多人这一关过不去 就死翘翘 好 那回过来 我们讲还讲赚钱 那你解决了这些认知上的问题 一定是要把 一个频道当作一个 从赚钱这个角度来讲 要计划执行 那么这个会影响到你的选题 会影响到你这个更新的频率 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内容的呈现形式 因为你把每一期节目当作是广告 当作是某种 这个相当于商店里头试吃的东西一样 你现在还没有想卖钱 你试吃 我试的给你免费 也赠送 大概就这个意思 你想 我不是真的有东西卖给你 我就是做一个这个频道 我没有课程 没有其他东西 但你认真去思考 你每一期节目 依然你是在卖一个东西 虽然这个价钱是零 你卖的是你个人的IP 卖的你的是你的声誉 将来这些人来看你 点击你的广告 帮你赚钱 你其实也是通过你的个人IP 通过这种免费的情况下 让羊毛处在猪身上来赚钱 所以它的底层代码 其实是一回事 别人要以钱的方式来给你买单 这一点认知非常重要 好 那这些东西理清楚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最开始的 这些东西非常理清楚了 以后的话 你具体操作的时候 你可以在YPP这个阶段讲 不用着急 我这个阶段的目标 也许不是讲立刻赚钱 我是让我自己学会 有赚钱的这种能力 我经常打个比方讲 YPP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学徒期 这个时候你可能不是 特别在意 加班工资 奖金 这个钱是不是跟别人 赚的一样多 你这是跟师傅学习 是一个学徒 你知道现在很多 去做学徒的话 暑期的这种学徒工 不仅不给钱 甚至还要自己倒贴钱的 这种情况 所以在YPP这个阶段 你尽可能使你的学徒区断 你掌握了选题 制作 生产 发布 运营等等 这些的方法 然后你过了YPP以后 你就要认真的思考 怎么样通过这样一频道 就赚钱了 很多人又在这一关死掉了 为什么呢 拼命的赚钱 都是为了这伟大的时刻 然后过了YPP 最后发现一天赚几毛钱 赚一块钱 一个月也就赚的不到一百块钱 连续三个月都是这样的 就崩溃了 就发现没劲 我就搬砖 我一天 赚的钱比较多 对吧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你过了YPP以后 你要把赚钱这件事情 上你的一时日成 那么我们现在具体讲一下 有哪些赚钱的方法 我今天讲的 不可能罗列所有的赚钱方法 从基本概念上来讲的话 有流量就有变现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有粉丝有观看量 其实你就有 八万四千种赚钱的方法 没有限制 那么今天就从大的概念上来讲 我们可以开课程 麦克 你不要讲 我是不出镜的 我不是做知识传播的 我不能开课 不是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 所有人都可以卖课 卖东西 可以卖自己的东西 再说一遍 你不教别人做东西 你做手工艺 你做所有的东西 可以卖给别人 有很多种方法 可以卖 那么可以卖别人的东西 联盟营销 这是一大块 那么你可以卖服务 你可以做流量的频道 也就是我啥都不卖 实际上我就是卖人设 卖我这个节目的 对你的陪伴 让你有快乐时光 让你感觉着学到东西 那么你会有不少人 花时间在我的频道里面 然后看广告 这广告 那就谷歌就给我钱 这种方法叫做流量 流量这条道路 另外一些 我不需要太大的流量 我要找到精准的粉丝 有一百个人看我的 能转化两个人 能买我的东西 我就能养活我自己的话 这是一条道路 你就不会去 整天又是穿四袜 又是扭屁股的 通过很多的 他们讲的 叫做吸引一大堆 老色痞的这种粉丝 那种人 不会有太多的 商单的转化的 这种可能 所以刚才 我打的这个比方 就是说你可以走流量 就是百货公司 这条道路 谁都来 我都欢迎你 那么后面讲的 这个精准客户的话 打个比方 叫做开精品店 开这个高端奢侈品店 是这样一情况 那么我不需要那些 就是完全没有下单的 这种意愿的人 我都根本就不需要 你看到我 所以这类频道 也许就是说 你可能就做几千粉丝 一万粉丝 三五万粉丝 你对于那些 这个一碰就几百万 几十万播放量 他好像瞧不起的 但是这一类的 这个频道 如果他是 非常精准垂直的话 赚钱的能力 是非常可怕的 这些人是闷声发大财 你根本就不知道的 我们看过很多 这样的这个频道 所以你要定位 你是开百货公司 还是摆地摊 还是开精品店 你要确立这一点 我刚才提到了 开课程 很多人 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认为课程 就是把一些录像 剪一剪 或者是每一期录 录一点点 然后三十个录像放在一起 一包装 讲这就是课程 不是 这个是我看到 大量的人犯这样的错误 认为弄一个播放列表给你好像 就是一个课程 认为我内部的一个分享 然后录一下 就是一个课程 这是对课程的错误的认知 那今天我就不展开讲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 通过卖课这个方法 来赚钱的话 你可以用一下老胡的 这个咨询服务 那卖服务 那就是也一对一 往往的是 就是咨询这一类东西 那还有呢 这个就是 很多人卖这个 PayPal的这个服务 就是说课程 本身就是你看过了以后 你去按照课程操作 但操作里头会出现很多问题 很多人就会通过群的方式 通过PayPal的方式 像老胡通过这个实战训练 这种方式 来做提供更加高端的一些 一对一的这种定制服务 那这个单价就会比较高 那就不可能像 卖了9块9的课程 你弄得多少人买 所以你要想通你的这个变现的商业模式 然后这样去做 那你做课程里头 我多说多说这个一句 很多人做课程 不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个视频打包 不是一个课程 那是课件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那做课里头 我常看到常见的一个错误 就是很多人喜欢做一个大课 就是所有的问题要用都解决 这种方法不太适合绝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适合做微课 做小的课程 然后一系列的课程 这个是既能更能赚到钱 也更容易操作 而且是更容易建立起个人品牌来 千万不要是做一个 就是从油管或者自媒体 从入门到精通 哇这样一个包罗万象 写一本这么厚的书 这个不是自媒体的玩法 自媒体的玩法是讲 这个49块9毛5 教你如何做出这个完美的封面图 这样一个 然后这个一个标题的课程 是19块9毛5 是这样子的玩 这样的课程 才能有非常精准的解决问题的 你不是讲一个就是包治北病的药 这种能骗的人特别少 但是呢 二型糖尿病的人 这个吃我这个东西 是立刻就见效 或者是我这个茶是专门什么什么东西的 精准打击这个终端客户 这是做客啊 做服务啊 做商业 其实要多从这个方面去思考 好 今天我们就展开讲这个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一段 就是说你做流量这一块的话 你可以是很大的流量 这个叫做你的客户 或者是讲的你的流量 或者是你的这个商业的引流啊 我们讲通常一个叫做这种流量的这种漏斗 你可以做的很宽很浅 这个娱乐类的 泛娱乐类的 八卦类的就是这样的 那你就是靠流量来赚钱 那么你可以做的很窄很深 那你很窄很深境内的客户的 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精品店的这种客户 你每一个单价比较高 但是呢 它是精准的 那么精准的获取这个客户 转化率很低 这个频道没有多少粉丝 但是呢 他门声发大财 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套路 可以赚到钱的 这种方法 那所以 我们这个经常强调 就是说粉丝数啊 你不要去太在意它 要你从油管的这个KPI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要在意的 我们刚才讲的是 我们今天讲的是赚钱 是最主要的KPI 然后呢 你要看流量 这个流量 我刚才讲的 你要在你的这个 跟你的目标 去匹配这个流量 对吧 你不要去看人家 这个牛牛屁股 就是100多万播放量 你根本也不要羡慕它 因为你如果是开精品店的话 你只要是有100个人里头 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单 他可能就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的 单 他那牛屁股 是或扭不出 你这么多钱来的 你想清楚 你自己的商业模式 你才能够 有针对性的去讲 顺着这个 这个销售漏斗进来的 是怎么样的客户 然后你正好 能满足他的需求 你就能够通过他 来赚到钱 提供这个 对应的这个服务 那 那个如果是 你决定找流量 那你就应该把这个漏斗 放得越宽越好 恨不得就是 所有的人都点击 都会去看 就是满足所有人的好奇 这个人畜无害的 他能哈哈一笑的 走流量 那你就讲 你最后赚钱 就是通过谷歌 通过平台 给你赚钱 那这一类 我们以前讲过 风险极高 说不定什么时候 你的账号就出问题 所以讲 从一个健康的 这种商业模式来讲 你不能讲 是靠着某个 抱到某条大腿 然后每天就给他 像做食堂一样 供应一样 这个太危险了 前段时间 我还有学员 跟我讨论 我到学校里头 包一个食堂 这样好还是不好 我就讲 风险极大 哪一天哪个环节 出了问题 那个有个五个小孩 拉肚子 还有一个小孩 进ICU 你就完蛋了 所以这种风险极高 练路极长 要维持打通的关节 太多 这不是好生意 不能干这种生意 所以这个生意 要做的就是 持久稳固可靠 然后你很轻盈 你不是像劳模一样的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不能那样子玩 那么 自媒体上面 互联网可以提供我们 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赚钱的方式和模式 好 我们今天呢 不讲 深入展 展开讲 具体的每一种方法 是什么样 我们以后也就会讲 那今天 这几节目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最重要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 从你开始做这件事情 至少在YPP过了以后 你得非常认真的思考 变现这个问题 哪怕你就是不差钱 你真的赚了钱以后 就会捐出去 你也应该把它当做一个 叫做for profit的 这样一个慈善机构 像迪尔盖茨那样的玩慈善 而不是想每年把这个钱 而是要让这个机构 让他每年还能赚钱 不仅捐出去了 还能够有钱 能够运营 多招更多的人 来做更大的事业 所以这一点 从第一天 不要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证明 你就不知道这个规则 有什么东西不好意思 你又不是去偷 又不是去想 而且有了这个 这个就是像 穿衣服系扣子一样 这是第一颗扭扣 你得把它系正了 后面你的所有的行为 你的所有的动作 以及你的选题执行 你分析后台的KPI 你才不会去在意 有多少粉丝 其实我讲粉丝 你都可以有很多人 去刷这种粉丝 粉丝没有价值 观看有价值 那什么人观看 能变现 能变成 因为你付费的 即便是羊毛 出在猪身上的这种方式 你也应该要一种 明确的这种变现的 这种方法 所以这个 就是第一颗扭扣 或者是提纲七领的东西 你把这个东西抓住了 其他东西全都清清楚楚 要不然 你就会无比纠结 你就是每天 即便是看起来 好像是在坚持 其实你就是在 被你自己裹挟着往前走 自己绑架自己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人家绑架你 情有可言 你自己像心思走肉一样 然后又看起来 好像我在努力 我在坚持 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你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换方向 你可以停更 你可以选择 这个大的这种调度 或者是变化 这个是我 我自己的经验 和我以前辅导 很多人的这种经验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什么都没干 就跟他聊一下子 然后他哗 他想清楚了 往旁边一拐 这个效果立刻就能看得到 几周或者一个月之内 就能看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经常讲那句 很熟的话 你是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 有的时候 真的不是比运气 比技术 是讲你一个东西 在一个重要的认知关节上 你没有捅过去 捅破那个关键 那个地方 就是一层窗户纸 就这么简单 你捅破过去了以后 你就会讲 对 就像我前面最开始讲的一样 你对赚钱 这个东西的正确认识 很多人就是因为 对这个认识不清楚 所以就把这个频道 把内容做得一团浆糊 那么人设 垂直度 所有这些东西 全都会崩塌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去 认识清楚 那个中级的KPI 至于讲 如果你是真的为了赚钱 然后你就会考虑 赚钱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要考虑到赚钱的效率问题 赚钱的成本问题 赚钱的这个方向 或者这种方法的天花板的问题 有的人生意模式做得不好 就是每增加一个客户 他就会增加很大的成本 就是边际成本高的这种生意 最后就会把你累死 那个也不是一个好的成本 但这种东西可不可以做 比如说收费权 比如说这个赔跑 比如说这个低价的这种咨询 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在这个地方 就完蛋了 就是我经常讲的那个例子 你本来知道餐厅里的打工 打工是渡过一个难关的 结果一打打一辈子 这就糟糕了 我看到很多人 在这个网上做生意 就是做成了这个样子 有单进来 这个总比没有钱好 但是这个单占据了大量的时间 这就很大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以上分享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我 我不是讲 我不是大聪明 我是伤痕累累 很多经验 反复的碰到南墙上面去 然后我自己还没醒过来 当我能抽身处理 当我来辅导别人的时候 当我把自己所有东西 讲出来以后 才能够把自己讲清楚 所以我喜欢在节目里头 分享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这个道理 你讲出来了 它离开你的大脑 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光这个讲的过程 就极有意义 对吧 你做心理咨询的人 一定碰到这样的 我都不需要告诉你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只要倾听 那个人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做内容 表达它是如此的重要 所以我经常喜欢跟别人交流 就是这个道理 我讲完了以后 那个人听懂不听懂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我的认知 又上升到另外一个台阶 当你讲到第108遍的时候 当你有300个这样的案例 向你扑面而来 他们的挣扎 你参与了那个过程的时候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交互揉在一起 它会发酵 小小的一坨面粉 它会发成一大坨的东西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给你的 好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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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